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领导找他 那李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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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了 我看着 正找你 手机怎么还关机了 我手机没电了 你先坐啊 我去洗手间 来 给我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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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没有 怎么了 你快说呀 我都快急死了 我现在是你老公 你丈夫 你男人知道吗 朱勇 我突然有个想法 有想法就说 什么样的想法 我都满足你 我觉得 咱俩还是算了吧 等会儿 什么 算了 什么就算了 你没有病吧 这大白天说胡话呢 不是胡话 我觉得 我觉得也许咱俩不合适 他俩怎么不合适的 你是不是觉得 我配不上你啊 是我配不上你 你能不能补闹我 你是我的领导 我的上司 是不是 这对我来说是高攀的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下岗了 下岗了 下岗了 你别哭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下岗了 你别哭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你不要忘了 我现在是你老公 你丈夫 我是你男人 没事 手工班到 马上就要改成电子的了 所以需要 更有文化 懂电脑的年轻人来 那怎么就让你下 唐娟热灵一下 现在年轻的 不是还没都进来吗 是啊 那为什么就是你呢 不是我 就是她 总得先走一个 我愿意留下老娟 要不然 我心里会更难过 小战 你真是个好女人 放心 好人一定会有好爸 怎么会这样啊 我找他们去 哎呀 行了 领导不早说了吗 咱俩总得有一个人走 那我走 老公还没工作呢 你 你还没老公呢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啊 你放心吧 我命运 死不了的 其实 那领导呢 也找过我 我当时 也明确表态了 说 我走 好歹 我还有个家呢 父母也都健在 同学 朋友 就是再谋职业 也比你容易些呀 行了 要不 哎 你能不能不说话 唐娟是我最好的姐妹 她能有这份心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说要不 我把这盒子拿走 有没有 老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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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哭 一年四季 一天到晚 这么多年了 就只有咱俩 咱俩在一块待的时间 比跟家里人都多 对吧 老娟 其实吧 我不是舍不得这份工作 我是舍不得你 小湛 小湛 别哭 好好干啊 是 小湛 原谅我 原谅我吗 我刚才撒了火 我是去找了领导 可我没听你说好话 反倒说了一些 我们是那么好的姐妹 你对我那么好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了 小湛 我也是没有办法 要是我再丢了工作 那我们家就完了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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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了 我跟你说一事 我跟你讲 我把咱们的结婚证书 给我妈看了 真的 我没骗你 你妈什么表情啊 特别高兴 快疯了 骗人 你还跟你说你还不信 我妈都跟我说了 说咱们家现在啊 就是三缺一 我缺一老婆 她缺一个儿媳妇 我规定的缺一妈 你一进门 嘿 好 全齐了 就算我信你说的是真的 那也是今天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变成男的了 去 我下岗了 没工作了 下岗了 没工作 怎么了 那人下岗就多了 照你这么说 那下岗人还不活了 以前嘛 至少我还能靠自己的劳动 来养活自己 现在 现在都不知道了 什么不知道了 下岗在就业 那榜样一打一打的 人家还上广播 上报纸 上电视呢 周勇 我觉得你这辈子 已经活得够不容易的了 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真的 反正 趁咱俩现在还没怎么着 我也还没进你们家门 走 走 干嘛你拉我 你做什么 你干嘛拉我 咱俩再去一次 离婚 你没事吧 啊 什么呢 这一会儿离呀 一会儿结呀 干嘛呢 下岗怎么了 你有工作 你是我老婆 你没工作 你照样是我老婆 从今天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天天拉你去找工作 怎么了就啊 到这儿了 您辛苦见了 宝宝 是 确 判来 您 您 柳 先生 您 您 mig